马斯克在他的脑机接口公司Neuralink的发布会上给我们展示了两个让人脑洞大开的黑科技 一个是让盲人复明,另外一个是让瘫痪的人重新走路,是人类科技的重大突破 我是斯坦福机器人旁博士,下面就听我来给你解读 你可以先点赞、收藏和关注起来 Neuralink是马斯克所投资和创建的五家公司之一 他们的想法是在你的脑子里植入一颗芯片 它的下一代芯片有16000多个触点 这样就可以跟你的大脑做双向通讯 发布会上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讲怎么造这个手术的机器人 在最后的时候他们就讲了这两个非常令人惊艳的应用 第一个是给盲人的应用 科技家发现你人眼看到的东西实际上在脑子里有对应的一块 左眼对应右脑里面的一块,右眼对应左脑里面的一块 他们通过训练一只猴子,让这个猴子看到屏幕上的这些点 然后测量他在脑子里面的这些兴奋点 这样就建立了这个一对一的关系 那他就可以比如说用一个iPhone看到的这个图像 通过他的这个装置就把它映射到你的脑子里面的这些不同的兴奋点 然后对这些点进行刺激之后 在脑子里就会形成了这个图像 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在脑子里形成一个三万两千多个点的这样一个点阵的图像 盲人就可以看得到了 脑机接口的另外一个应用是让瘫痪的人走路 因为瘫痪的人最主要是他的脊椎受了损伤 所以他脑子里面的信号的话 没办法通过这个脊椎传到他四肢的肌肉上 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脑机接口 首先是解码 能够分析出来你脑子里想要做的动作 然后在肌肉这一端呢 又做一个编码 把整个动作分解到每一个肌肉所应该做的动作和时序 他们在一头猪上做了这样的实验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实验中 他们给这个猪下了一个动作的命令 那这个猪的后腿的话 确实是按照他们的要求提起来了 怎么样 马斯克Neuralink的这些黑科技 是不是让你惊艳了呢 马斯克